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 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午夜时分 在湘西某深山中 一个仿佛被世界遗忘的村庄内 泥泞的小路上传来阵阵诡异而古老的铃声 一位头戴草帽 身穿青布长山的感尸匠手持射魂灵 领着一众生果黑布的死尸须须前进 使他们魂归故里 入土为安 这便是神秘的湘西感尸 那么感尸匠真的可以让尸体自主行走吗? 他究竟是有着神秘色彩的传统文化 还是以讹传讹的封建迷信啊 据民间流传的说法 敢是最早起源于清朝中期的湘西陈州地区 当时由于战乱的原因 导致四川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 为了弥补人口不足的问题 于是朝廷决定 将湖广地区的部分居民迁往四川 这就使得许多湘西人背井离乡 可人生在世 谁都免不了要面对死亡 但落叶归根 是数千年来人们心中的执念 人们都希望死后能够魂归故土 可如何将一个克死他乡之人 运回故乡埋葬 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毕竟古代的交通运输十分不便 再加上动辄几百上千里的路途 要用车马或者船只 将遗体安全地运回 非常困难 尤其是湘西地区多为山川密林 道路崎岖不平 所以只能靠步行来运送尸体 于是感尸匠这一特殊职业 也就随之出现了 据说感尸匠在感尸之前 会先为尸体的全身披上宽大的黑布 额头上贴着一张用防止书写的符咒 然后再用秘法让尸体站立起排成重队 当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便可以上路 每次感尸 都是由感尸匠师徒二人一起完成 师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口中念着咒语 一边敲打手中的小绫罗 尸体就会像活人一样 一跳一跳地跟着感尸匠 回到自己的故乡 而徒弟则走在队伍后面负责断后 他们咒服夜出 而且从不打灯笼 所到之处行人必让 再加上感尸匠都是头戴大草帽 身穿轻步长扇 影词看上去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神秘的感觉 但这项工作并非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 毕竟要经常与尸体打交道 人们认为这是非常晦气的 因此感尸匠大多都出身贫苦人家 搜图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 第一个要求就是方向感强 毕竟感尸匠需要跋山涉水 如果搞不清方向的话 就很容易耽误时间 第二个要求就是要身体棒 拜尸者必须年满16岁 体型壮硕 身高至少要达到1米7 毕竟感尸匠通常需要夜行几十里 没有一个好的体魄可不行 第三就是要胆子大 因为要常年在夜间与死人打交道 胆子小肯定不行 最后一个要求就是长得丑 而且是越丑越好 这是因为感尸需要生人物尽 而面貌丑陋者可以下退行人 更重要的是面向丑陋者往往遭人排斥 将来娶妻生子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样才能一心投入这个行业 干得长久 当满足以上这些条件后 感尸匠就会开始传授徒弟感尸的秘诀 如居师咒与化阵师福咒 勘测地形之术等等 最主要的是学会感尸三十六宫 比如站立宫可以让尸体站起来 行走宫可以让死尸行走起来 除此以外还有转弯宫过桥 宫上破宫还魂宫等 共计三十六门功法 只有将这些全部学会之后 才算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感尸匠 当感尸匠接到夜午之后 据说首先要在尸体旁口念一番咒语 再将诛杀置于尸体的脑上心窝 手心脚心和耳鼻口中 也就是所谓的三魂七魄出口处 然后再贴上符纸 尸法起让尸体站立起来 一路闪尸人手持着射魂灵嘴面神秘咒语 带领着他们向家的方向走去 当到达目的地后 感尸匠会在夜间单独完成入恋仪式 直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家属才被允许探视 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 湘西感尸一直持续到了解放前 湘西著名作家沈崇文 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经过沉舟 那地方出沉沙 且有人会感尸 若眼浮好 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士在公路上行走 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 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这段描述让很多人坚定地认为 感尸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但其中的原理谁也不知道 湘西作家沈崇文后来也曾去探究过 但终究没有得到答案 为了揭开湘西感尸这一谜团 曾有媒体根据传闻 去往了湖南淮华紫江县 见到了中国最后一位感尸 他目前是指降乌落绝技表演团团长 当记者问他是否会感尸术时 田铁武毫不犹豫地回答会 可当记者的询问能否展示感尸原理时 田铁武却直接拒绝了 毕竟现在是法治社会 感尸这一行业早就被淘汰了 而且也没有现成的尸体让他掩饰 见记者非常沮丧 田铁武便讲起了他爷爷辈的感尸故事 当时还是1939年的秋天 田铁武的爷爷田启章和许多年轻人 在湖北参加抗战 牺牲了好几十人田启章幸存了下来 他的大儿子田一林正好是感尸将 在收到父亲的来信后 田一林立刻带着几位同乡通过感尸 带领那些战士们成功回到了家乡 后来由于田一林并没有娶其生子 于是便将感尸术传给了田铁武 听到这里记者越发信仰难耐 心想一定要弄清楚感尸的原理 于是记者便找到了当地旅游局长 希望他能说服田铁武展示感尸术 最终田铁武答应可以掩饰一番 时间就被定在午夜时分的村外树林中 但他不可能真的用尸体来掩饰 所以就请了几位村民来进行配合 随着灯光的照耀 人们彻底明白了感尸术的奥妙所在 哪有什么神秘的咒语和秘法 分明是将两根黑色的竹竿串在手臂上 接着用草绳将双臂固定 然后两位感尸将一前一后挑起竹竿 开始趁着夜色赶路 在外人看来就好像尸体在跳着走一样 但其实就是两个挑夫在抬尸罢了 而符咒的用途也并非僵尸电影中那么邪乎 它的实际作用是防止蚊虫叮咬面部 至于尸体是如何保持不符的 秘密则是因为感尸将掌握了一种药水 不但可以减缓腐烂 还能软化关节 至此 湘西感尸的神秘面纱终于被彻底揭开 如今它也伴随着时代发展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我想说的是 虽然在外人看来 感尸将是一个沾染晦气的怪人 但对于那些客死异乡的游子来说 感尸将是帮他们实现魂归故里的神明 在感尸人的眼中 这些客死异乡之人 也不只是冷冰冰的尸体 而是想要回家的游子 所以与其说湘西感尸是一种封建迷信 不如说这是孕育着人们落叶归根 魂归故里的美好疏愿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